早晨,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年度的神中课 耶稣是我们唯一能求告的命 今天是五月一日,题目是 在天在地的贵大圆穗 经文记载在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十九节 因为囚敌好象急流的河水冲来 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 我蒙指示,上帝的真子文就是地上的盐,世上的光 上帝要他们在真理知识和圣洁之道上不停前进 然后他们就会是动式撒旦的动向 而靠耶稣的大能就可以抗拒他 撒旦甚至为了反对一个人的前进 他就要招集恶事者全军的相助 如果可能的话 他就要将那个人从基督的手中硬抢过来 我见到恶事者是争夺人 上帝的事者就在抵抗他们 恶事者大放他的恶毒的声势 然后败坏环境的风气 使到人的心思糊涂,感觉也都迟钝 圣天使就会急切地来到他看守并且等候他 要驱退这个撒旦的大君 但这些善良的天使 他却不能够强制人的心意 去做出同人心愿是相伪的事 如果那些人信从囚敌 不抵抗他 上帝的事者是不能够有更大的作为 只好是挡住撒旦的大君 不让他们去行为 直到有更大的亮光 给那些深陷险境的人 激发了那些觉悟 而且仰望上天的求助 耶稣不会猜派圣天使去解决 不切法去自救的人 如果撒旦见到自己有失人之余 他们就会发挥全力 把持那个人 而当那个人觉悟到自身的危险 他狠求切望耶稣赐力量的时候 撒旦就心怕自己要失去这个俘虏了 他就会召集其他的事者去挣援 把这个可怜的人重重的包围 布下了幽暗的墙 使得天庭的光是照不到这个人 然而这位身陷重围的人 在一个那么可怜无助之下 如果要投靠基督补血的功劳 我们的救主就要随听这个出于信心的迫切的祈祷 而猜派大能的天使去答救他 以切祈祷的声音 使得撒旦全军就战斗 但当那些是披有全副天庭的规格 大有能力的天使前来去救助这个垂危遭害的人的时候 撒旦和他的全军就纷纷的撤退 因为他们十分知道自己这一场的战争是要决定失败的了 他们虽然彼此的是伤恨伤增 但他们仍然是善用了一切的机会的 然而在那个在天在地的伟大圆水 他已经限制了撒旦的权力了 这个是教会的正言卷一 原文345、346页 今天思考的问题就是 我是否是用尽了我一切和撒旦的自斗呢 我是向着他抗争过吗 原上帝帮助我们 多谢大家收听 明天再见 拜拜